这就是号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电动车 被汽车撞到了也不会翻车 用绳子使劲拖不会倒下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它只有两个轮子 却可以时刻保持不到的车身 这是什么原理呢 原来这就是由Motors公司最新研发的两轮不到汽车 车身长为3.2米 宽为1米 重约360公斤 每次可搭载两个成年人 虽然它的设计跟摩托车非常相似 但它却拥有像汽车一样的封闭车身 刮风下雨开出去也不用担心 这款不到汽车采用纯电驱动 满电状态下续航为320公里 最高时速可达120公里 由于车身小巧 它可以灵活穿梭在拥堵的道路上 开上它再也不用担心堵车和停车问题了 那两个轮子的车辆为何能屹立不到呢 原来 车辆的底部安装了两台高速旋转的陀螺仪 只要通电后 陀螺仪就能快速转动 让车辆始终稳如泰山 屹立不到 单单撞不到还不够 这款车的车身还采用了一体成型的碳纤维材料 能承受200吨重的压力 车上还配置了6个安全气囊 时刻保证车上人员的安全 另外 两轮不到汽车的内饰科技感十足 除了液晶中控仪表盘外 语音助手等功能也是配备的 让你享受出行的同时 更加安全舒适 再来看看现如今的汽车 车身大而重 并且车的外壳非常薄 就跟纸一样 一旦发生了碰撞 造成的事故后果非常严重 而且汽车太大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大部分汽车都是像两轮汽车那样小巧轻便的 大家觉得这款两轮不到汽车 能取代现有的汽车吗